第75章 开始 强盛的战斗意念瞬间升腾 毁灭之神这边只见他自己的右手高举 一道紫色冲天而起而又瞬间回落 最终在他的手中凝聚成了一笔长达两张的紫色权杖 这权杖犹如一道闪电通提紫黑色 但却散发着强烈的紫光恐怖地毁灭意念 并天空都为之颤抖着 毁灭权杖 毁灭之神强大的武器 在之前的战斗中他从未有使用过 是因为他自己也不能够完全掌控毁灭权杖的威能 这毁灭权杖乃是神界形成之初就存在的 掌控着毁灭的意念 与生命神的生命古术都是神界的超神器存在 还要凌驾于海神的黄金三叉戟之上 只有善良之神的善良之心 邪恶之神的审判天平 与修罗神的修罗剑能够与之相比 这五大超神器也是当初神界委员会成立的根本所在 此时毁灭之神取出的毁灭权杖 也就意味着眼前这场战斗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 甚至顾不得神底之间不杀鲁的说法了 唐三也是脸色凝重 但他身上却是亮起了一团雪光 一道蓝色光运迅速横移转移到了小五身上 顿时小五那一头长发惊人的速度变成了蓝色 眼眸也是如此 就连一群也顺速了变成了大海的蔚蓝色 小五旨意要出战 就是因为只有他出战才能够对唐三有最大的增幅 他能够帮助唐三掌控一个神底的力量 平时唐三一直都是以海神示人 海神的力量在他这么多年的修炼之中持续提升 已经有些凌驾于一级神底之上了 就像是神域之神出现八环光轮的情况 甚至游游过止 海神的力量赋予了小五 而唐三自己所掌控的正是那杀意纵横 有神界第一战力之称的修罗神 不过凡事都有利弊 也因为唐三平时一直修炼的都是海神的力量 他对于修罗神的神力掌控就不是那么的完全了 和当年神界执法者的修罗神相比略有逊色 否则的话 当年修罗神乃是神界第一战力的 如果他还在 毁灭之神真的未必敢于挑衅 唐三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神光 双手在胸前合拢 眼神中光芒每一次闪烁 空气中都会轻微的扭曲一下 此时的他 精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强盛的杀意临天而起 那无比风雨的杀气 仿佛要将整个天空都展开了似的 一圈圈红色光环在他的脑后升起 组成了九环光轮 正是修罗神神底之位 小五在他身后 举着手中的黄金三下起 金色与蓝色将本就绝美的他 渲染得更加高贵 唐三另外一边 战神爆喝一声 全身肌肉瞬间膨胀 白色毛发有出 双眸之间是一片的白色 全身都散发出一股 充满战意的白萌萌光芒 毁灭之神 举着手中的毁灭权杖 暮光森冷的注视着唐三众神 一道紫光骤然冲天而起 在他身边的破坏神七大原罪神 也是各自释放出了 代表自己神底之位的光轮 一时间集合了一位至高神 把为一级神底的庞大神力 怀恐怖的气势升空而起 铺天盖地的朝着对方压制了过去 唐三洞 站在传罪最前的核心位置的他 一步垮出 强盛的红光骤然冲天而起 一股无与伦比的杀意 瞬间从他的身上奔涌而出 对面的原罪神 破坏神 只觉得刹那间 自己仿佛置身于修罗地狱中似的 神界之中的仙灵之气 似乎在这一刻已经全部消失了 在他们身边剩余的就是 狮山雪海般 这恐怖的杀意 他们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面对过了 上一次还是似乎很遥远的过去 修罗神大战龙神的那一战 而那时候他们当然是站在修罗神这一方的 自然也就不会承受这份强盛的杀意了 而此时此刻 他们也是第一次真正面对上修罗神的气息 判断永远和事实是有差距的 真正面对修罗神的恐怖杀意 他们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其可怕的地方 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战力啊 当年唐三在斗罗大陆的时候 经历修罗神留下的杀鲁之都进行了考验 从而领悟杀鲁领域 后来领域进化最终才能够承受住 修罗神神体之位的传长 进入神界这些年来 他虽然很少动用修罗神的力量 但是对修罗神神力的领悟却是越来越深了 就算比之当初修罗神也不会相差太多了 修罗神的杀意是审判之意 一往无前永不退缩 此时面对对方众多神力的强大气势威压 唐三身上三发出的修罗神杀意 宛如一柄巨剑一般向上了起 风锐的杀鸡竟是硬生生地将正面而来的气势悍然展开 让那在毁灭意念引导向那庞大气势 从自己身体两侧划开 根本就没有冲击到几方伙伴们的身上